中音笛 剛剛有講到就是有彎管的音色跟直管的音色 其實會不太一樣 因為經過彎管就跟我們想像不一樣 就是說他也不是說不 是說因為他有經過壓縮的聲音出來 那彎管跟直管 那他可以也變成水管嗎 水管是嗎 是什麼意思 水管啊 更捲這樣子 更捲啊 有這種中音嗎 一般來講的話因為長度不需要 對啊 想要加Turbo 對啊 為了聲音更好 他調性可能就不對了 對不對因為他在長 跑掉 對他的調音準就會不可能 Turbo的話 除非他練習 會不會 除非他變細 對 音色不一樣 OK 我們在想這些奇怪的東西 只是為了讓他捲正多捲 我們只是為了想讓他捲正多捲 之後他把它捲 對 我們回去可以用吸管自己摺吧 哈哈哈哈 可以試試看 吸管自己摺 好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要比較不一樣的中音笛 像前面這一把 它是影F 那我們剛剛講說管徑粗一點 他會比較 他為什麼要影F 是以前的曲子 或者是怎麼樣的調性裡面 他只有影F嗎 因為我們現在一般 應該還是說 為什麼到最後 我們後來傾向都是影G 然後影F好像少見 影F的話 跟影G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在樂團裡面 像如果說我們以參考 影F跟影G 我們有交響樂團 我們交響樂團的話 我們交響樂團的話 大部分的Bass 你們有印象嗎 如果是那個Tuber的話 影C或者影F 影G的很少 那如果說就是在樂團 在樂團考慮的話 都是影F 所以就是不同的考慮 影G 影G就是說 你單純在場底團 考慮它是五度 那五度的話 我們有分上耳度下五度 那我有個問題 影F跟影G 除了調性之外 因為其實它那麼一滴滴 它的音色或是它的和聲 它的個性上沒有 會不一樣嗎 理論上我們在講 場底最早的調性 就是貝姆迪之前 場底是有調性跟個性的 你想像F大調 跟G大調的兩個調子 的個性不一樣 那相對 你根據這個特性 去做出來的音色 就會不一樣 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 一個是往上五度 一個是往下五度 往下是F 往上是G 所以它是往下 所以是F的感覺 所以它特別把管徑也變粗了 事實上 這個當代有人叫它BASS 因為它管徑事實上是BASS一樣大 所以它音色 事實上它音色其實很特別 所以它是BASS的管徑 比它還要粗就對了 比這個NG的粗 對還要粗 而且我們這把 我們之前有提過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 它那個存電很特別 然後它還焊 中間焊起來有差嗎 它這個彎管的地方 然後中間焊起來 還有兩個螺絲 這邊是 這邊有焊 有焊都有焊 沒有啊這個就沒焊啊 對 這個就沒焊啊 緊急這個就沒有焊 這個水管也沒有焊 它那邊有焊 有焊 在另外一頭 有焊其實它比較穩定嗎 會比較堅固一點 因為你凹U以後 其實它一個音域有時候容易會偏 而且這是貝殼 貝殼的 我這邊也是 可愛 你那個是他的兒子嗎 我覺得是孫子 孫子了吧 以年紀來說也是 小可愛啊 小可愛 那個是長笛的兒童版 Baby長笛 然後這個是中音 F調 這把還有蠻特別的地方說 它的尾巴 大家我們記得我們講尾巴的時候 特別講得到 尾巴可能還配奏 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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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事實上它尾巴是比這裡還要粗的 你說管徑喔 管徑 可以打開來看看嗎 我們做個比較 所以它有一點點這樣子出去 追行管 不是不是 你看一下 我們通常這裡會一個 比較厚的接管 然後再收起來 接回來 事實上它是整個粗出去 很特別 每個其實都是長這樣 就是它會有一圈 就是接接的地方再回一圈 可是這邊就沒有一圈 那一圈就直接變粗 它會配奏 所以它讓它比較混厚 混厚一點點 另外它的身居來講 它的身居的那個孔 裡面事實上是只有挖一半而已 哪裡孔挖一半 這個孔 我們這裡是看不出來 有有那邊有個 蓋起來對不對 是不是軟木 絕對它有蓋起來 就是它是蓋這樣 對 我們正常英孔是整個挖空 是它只有挖一半而已 是像隱形一劍那種感覺 對 但是它不是隱形一劍 它是身居劍的改良 它為什麼要蓋起來 這個跟我們上一次 上一集講的 加劍 那是應該太開開嗎 我們在音準上面 調音準 調音準 還調音準 身居的音準 所以你可以試一下 身居的音準 比較不一樣 身居喔 可是你是說 反收 請你按3G的一個解口 對 這順順的上來 很好聽到 然後伸收 好像比較推得出來 對你可以試試看其他的 它是這個Maker 特別有在用心 所以就調性會不一樣嘛 對 調性會不一樣 所以等下聽到會調性不一樣 我都不會追了 連半年都不一樣 那繼續繼續 這樣嗎正常齁 正常因為你的調性不一樣 耳朵要吸一下 你的伸收咧 要伸收 你要按Z的伸收 你不要轉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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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我卡住了 我被掉卡住了 老師來 你不用管它 你就是吹 你就是 就造指法 你不要去管它 我也想要造 卡住了 等一下 我不會按你的 被搞得很亂 沒有被 你真的沒有被殼 我看不懂 哈哈哈哈 它沒有彈起來啦 對嘛 那卡住 你這個劍啊 那你沒抓到 以巴沒抓到 對嘛 好重來 重來 比較扁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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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種聲音反而比較 順順順順順順 快點玩一下 還妙的 然後它的 G孔位置也不一樣 對 對 什麼G孔 上G的位置不一樣 它把音口位移了 對 我們等一下可以 比較一下 這聲音比較有共鳴 對 對 但是等一下 可能可以 詳細指一下 那個G孔位 除了調性不要那個G 所謂什麼G孔位置不一樣 來 我們看一下 一般來講 聲G孔位跟它是平行的 有沒有 我們就這個 這個應該平行的 是的 好 然後它把它往下縮小了 就說它調了音準 然後把音孔 不要開那麼多 把音準翻起來 你說這兩個 本來是應該平行 對 一般是做平行的 它做 是誰 是誰 它把它往上 它把它往上抬 然後縮小一點 它把它往上抬縮小 對 這個地方 因為它往上抬的話 音準會偏高嘛 因為偏高以後 它把音孔縮小 然後裡面 就是不要整個挖掉 又封起來一點點 這個地方跟這個很像 跟聲C的感覺很像 聲動 可以這麼講 聲C也是縮小 但是加上了一點 但是你看 現在聲G位置是不對的 這個是有回調過的 這個 跟我們上次講的 有一支QP的目的 來把一樣的效果 它是開一個小的劍 就同一個Maker 就同一個Maker 所以這很特別 開一個小劍你是做兩個劍 對對對 來綁 跟這個是同一個Maker 在1960年代 所以它對於C的聲G的 這個位置 它是有研究 它特別特別有要求 它覺得那個聲G位置是不對的 真的差喔 就差太多了 音色上面 可是我現在市面上 還有F調的中音點嗎 現在的 差很少 很少 我想你即使 讓他們做不見的 可以做到這張聲音 我不想 我剛剛有聽到的感覺 就是覺得F調的聲音 跟G調的聲音 F調聽起來比較紮實 對 比較 G調感覺 符符 符符的 而且它吹起來 它的反應真的非常的 所以我們是要講 林瑞 以調性的個性來講 F大調的調 調性跟G大調 差不多也就是這樣子 就這個 F在做實驗 我們以這一把 一樣一個年代的 然後它是G大調的 只是它是O分G的 O分G 按著聲收的 對 然後它是指管的 你會從底下來 無法嗎 你要按那裡 你OK 就要按著 對 我的小音 都按不到 從Ray開始 一開始 按也可以 Ray開始按 小齒都按 我都會忘記小妞對不對 沒關係 然後所以要跟誰 跟他 這一個 我跟他聽吹波斯音樂 因為我昨天才聽吹波斯音樂 因為我昨天才聽吹波斯音樂 就是說它做的時候 除了管劍 除了尾巴的加厚 除了音孔位置 它是再加上這個頭 還是一個特色 其實我聽聽 我開始覺得它有點低音場地的感覺 它是很厚的 對 就是它的 法國號界的 法國號界的 欸 長 長地界的法國號 對 很不錯 因為像我們通常吹到Bass 都會覺得那個低音好 音準下去了 可是聲音其實也是 對 可是我覺得它就是 有非常凝聚 對對對 有非常focus這樣子 就覺得 嗯 我要買這一支 嗯 非賣屁 嗯 非賣屁 好喔 接下來我們要往什麼 往正常的長地來講 就是隱犀 我先看一下隱犀場地 一般的隱犀場地 一般的隱犀場地 要吹嗎 大家都很熟 欸 這個是什麼 這也是古種長地嗎 這隻 因為我看到它這邊長 對 我看到它這邊有一些特殊 對 這一 對 這一 所以說為什麼 為什麼它需要加這個 我現在比較沒有辦法理解說 喔 假設那個年代很多吹木頭 它會比較厚一點 對 這是年代的關係 就說在從木頭到金屬底的年代 它會覺得 然後金屬底的確變成很細 很細 所以它需要一個支撐點 對 因為它已經習慣重褲 其實手是比較鬆的 手是比較鬆的 喔 褲口比較大 比較鬆 對 比較鬆 所以我們這樣練 我自己在吹場地 我會習慣加左手 哦 你想要把它撐起來 因為它墊厚一點 會比較鬆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跟這個的意思 它除了這個墊子還有一個crash 梯形的 對 可以這樣 是這樣子 它這把跟剛剛那把是同一個make-up 跟這個是同一個make-up OK 跟這支裝飾 而且它下面這個有roller 然後是標配 標配 標配 它mort roller 為什麼那個顏色不是用銀的 就是不是用金屬 它的標配也是木頭 標配它其實有兩三種選擇 一種是黑色 一種是白色塑膠 一種是銀的 那這個其實黑黑的是塑膠 對 這是當時最早的塑膠 那年代 很花很好看 很好看 是 是 是 感谢观看